根据品观点民调最新结果显示 如果竞选2020总统的是韩国瑜和蔡英文这两人的情况下 有40.1%选民支持蔡英文 28.2%选民支持韩国瑜 选民会投票支持谁担任齐民党推荐的总统参选人 调查显示以支持柯文哲最多有20.5% 其次13.9%支持宋楚瑜 而以王金平9.9%支持度最低 马英九 吴敦义 韩国瑜 彭秀柱 同台拥抱 选民认为对于来营团结凝聚有没有帮助 调查显示有36.6%选民认为有帮助 41.1%认为没帮助 选民知不支持废除一例一休 调查显示有35.3%选民支持 39.2%不支持 选民是否支持白色联盟男服兵役 女服社会役的主张 调查显示有36.3%选民支持这个理念 41.2%不支持这个理念 选民知不支持恢复军工较年金 调查显示有24.2%选民表示支持 57.3%表示不支持 韩菜对决 韩国瑜在这次的支持度是28.2% 蔡英的支持度是40.1% 两边的差距是11.9% 我想这是品观点民调连续第五次 两边的差距超过10%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一个半月 这整个选情是一个比较闷 很平稳的一个盘 就没太大变化 即使这一个半月有很多议题事件发生 但是感觉对选情没有太大变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这次有做了 这个四组人马的对决 那这四组人马对决 如果韩国瑜搭配李鸿源 其实这个双方差距是缩小的 缩小到不到10% 就9.1% 不过我们上礼拜 也做了一个一样的四组对决 副手的人选是朱立伦 他的助力这加分度 拉近了百分之五的差距 我觉得副手的决定 对韩国瑜是加分的 赖清德的加分度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高 我们发觉20到29岁的年轻人 韩国瑜制度一直始终 都只有在10%左右 那这次也是只有11%的支持度 而蔡英文在这个年龄成的制度高达50% 从几波的民调到现在看起来 这个礼拜韩国瑜的民调上升了一些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礼拜 在做这个民调的当下 是发生了这个所谓宋台 这个陈荣家案 当时是在的确引发了舆论上的一些骚动 当然它是一个进行室 包括这个蔡总统亲自出手来定调等等 那我相信下个礼拜还会 呈现在蓝绿的一个民调拉锯上 这个请大家持续来关注 光是发生了当天 我们正在做民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韩国瑜是有一点点的波动 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归咎在这里 不过从舆情的搜集上来看的时候 的确现在在缺乏议题主导性之下 到底是韩国瑜捡到枪还是蔡英文捡到枪 将会左右上位表态的人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一利一休军功教 不要忽略了沉默大众的力量 从这两个议题的反思反面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蔡总统为什么有40%的支持度 韩国瑜打这两个议题 基本上能够撼动的基础非常的少 整个社会大众对于蔡总统的改革方向 或许是一种沉默的肯定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谢谢大家